各位如果你的Focus Guide已經處理好了 那麼其實你可以從左上角這邊儲存 它的專案檔比較沒問題啦 就是副檔名叫做什麼什麼.fs Focus Guide專案 這個OK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那麼匯出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按一下右上角那個匯出 它有其中選擇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的 對還沒有交各位註冊帳號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一代要匯出的時候 它要求你要註冊 那你在這邊註冊就等同在雲端上註冊一個帳號 所以您剛剛有看到我的那個部落格上面有一個專區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註冊一個帳號之後 你以後發布的就是那個簡報 你可以在雲端上直接去做管理 比如說我要刪除啦之類的 就可以在上面做 那這裡呢 你看它有幾種匯出的方式 第一種發布到雲端 就像我們一開始看的一樣 你可以取得一段網址 別人就連到那個網址去看 第二種變成一個執行檔 那如果在Mac上它就是另外一個執行檔 PC的是ESE 還有呢 你也可以變視訊 不過呢各位 我們用的國際版的部分 它只能輸出這兩種 我想是免費的喔 好那如果你用的是那個 大陸的簡體的版本的那個 它免費的還可以輸出視訊 可是它的視訊只能到720x480 就是DVD的品質 這樣了解 好那麼後面這些都是屬於什麼 都是屬於付費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如果你要到雲端 你按下一步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註冊嘛 所以呢 待會你再按下一步的時候 它會要求你註冊 第二個 你在這邊發布的時候呢 請留意一下 要有誠意一點 不能用預設的這個標題 這個就好像我們平常 各位Office打開 是不是叫未命名一 未命名二 你如果用這個存檔 一點誠意都沒有 它不讓你上傳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第二個 你一定要選擇一個分類 不管你是放在哪一個分類 自己一定要選一個 好就是這兩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就可以 那它的下面這邊還有一個loading 預載設定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什麼 內容 所以它下載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覺得 其實像我們一般簡報 我有希望這樣 就是說你今天在看的時候 如果它在下載中 這裡你可以自訂 比如說我們正在努力下載中 有沒有 或者是即將看到的是什麼 那這樣的話別人會比較清楚 到底在下載什麼東西 然後呢 你的色系樣式也可以改變 這個也可以改變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特點 那現在呢 我就按下一步囉 你看我如果沒有改 我就直接按匯出 在這邊 是不是要先登錄 那你可以先註冊一下 沒有帳號你就按一下 國際版的最單純 註冊一點都不囉嗦 你只要把你的信箱 兩次密碼打進去就好了 它不用收認證信 只要你確定這個信箱名 可以登錄就好了 那如果是簡體版的 它就會發音 就是要請你去收驗證信 各有優缺 然後呢 你打完了這樣就有帳號 就可以登錄 這樣了解 所以現在呢 像我這邊已經有帳號 我就登錄一下我的 這樣可以嗎 它說不能用預設標題 可以了吧 這樣有看到的 登錄成功的啦 反正這個不能用預設標題 然後還要選分類 這樣應該知道意思了 然後它就開始上傳上去 會幫你產生相對應的網址 OK 給各位先試一下囉 你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註冊一下